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魏祥公 请吧 女儿 女儿 女儿啊 你要累死点啊 女儿啊 既然咱们的误会 都说清楚了 跟爹回家 你一个人在外边爹不放心 谁跟你和好了 我救你是救你 谁原谅你了 丫头 你说你娘受了委屈 你姨娘其主 那都是你脑子里的想象 对 你爹纳妾的时候呢 是委屈了你娘 现在呢 爹已经和娘陪不是了 娘啊已经原谅爹了 跟爹回家吧 现在说得好听 那时候还凶我 还打我 丫头 你说你这火爆脾气啊 你自个儿先大胆 住手的 你要是能这么和爹好好说话 爹也不会发火是不是 那你就打我啊 反正你就是打我了 就是打我了 小祖宗 爹不对 爹不对 爹都给你配了八百个不是了 你总不能不认这亲爹吧 我的腰 女儿 我的腰啊 女儿啊 我这腰 我这腰 我这女儿啊 你说你爹都打了一辈子仗 年纪又这么大了 也不这儿仗能活几天了 我就想让你回家 让你爹和你娘 能够享受几天天伦之乐呀 女儿 爹 我喜欢这里 你喜欢这里 我觉得吧 他这里挺快活的 至少总比在家 当一个大小就好多了 是是是 话是这么说呀 可毕竟家还是家嘛 要不 爹再给女儿赔个不是啊 曹大将军哪 以令元的性子 你想让他规规矩矩的做个大家闺秀 你觉得那可能吧 阳光 你们北斗司的花农就这么没大没小 敢跟你爹这么说话呀 他要是花农啊 我这是花肥了 下官呐 北斗司防御副使 隐光 老隐 我这你整天变来变去呢 你累不累 嘿嘿嘿嘿嘿 嗯 遥光这姑娘啊 她坐不了龙中雀 你呀 你得让她自由自在地飞 那样啊她才快乐呢 嗯 遥光啊 你爹 嗜毒情深 他渴望与女儿享受天伦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嗯 我觉得呢 北斗司的差事啊 你也不用辞 曹府就在梁京 近得很 你隔三差五的 可以回家一趟 啊 与你的爹娘啊 小叙一次 这也是 为人子女 应该做的职责嘛 老爷啊 说得好 丫头啊 你说呢 好 真的 跟爹回家 哎 爹 你先回去吧 你跟我娘说 我过两天再回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丫头 丫头 丫头你 别动 我呀 老曹啊 你就是个武将 你女儿心思你不懂吗 不懂 她答应能跟你回去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 会回去的 哎呀 老爷呢 你说我这千军万马 我都能指挥若定 我这丫头我就 管不住 走 回家 我跟你说的 哎哎哎哎 这是 什么脾气这种说话呢 我 你比你俩硬 陛下可有心事 哎 哎 康相公和魏相公 打起了御前官司 朕 为此 很是烦恼啊 你看这御清公 康相公 多么的雄伟壮丽 当年百官都劝阻朕 只有魏相公 他支持朕修建 朕 很是感激他 而且他用了短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工程 朕 于是非常上市 就 提拔他为宰相 可现如今呢 康相公等人 却拿着 杜之思的账目 告訴朕 说他魏林上下棋手 从中摊墨 大笔音量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辜负朕 对他的信任 陛下 证据确凿吗 严正和杨大棋都死了 确切的人证 并没有 但你想啊 偌大数目的款项 被人贪没 你说他魏林不知情 朕 连自己都瞒不过去 不是吗 贫道却不这么看 哦 上师 有何高见呢 陛下 魏林用七年的时间 建成了原本十五年 才能完成的大工程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至于说花销有些大 日夜开工 缩短了一半工程 花销大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此一来 这手下的人 如果从中 做些手脚的话 魏林也不可能 事事动拙 修建玉清宫 本来就是陛下 沟通天地之间的大工程 而且陛下 于泰山风扇 更是一桩 名垂千古的大盛举 如今 既然陛下没有证据 证明魏林参与其中 陛下若贸然处罚功臣 这恐怕 会令满朝陈宫 和天下百姓心寒 而且 有可能也会触怒上天呢 对啊 对啊 朕若是 处罚了魏相公 那天下人都会认为 朕是过河拆桥 刻不寡恩了 尚师智慧 陛下英明 儿子 小公里 轻散